Hello,大家好,我是兔玩英雄训练营的导师一模 今天给大家的是卡牌的第23节课 卡牌如何兑现短手中单的下篇 好,这篇我们主要讲 如果敌方短手中单强行压制我们 不让我们推陷的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就是说,也就是说 告诉你们卡牌跟这些短手英雄 在对拼的时候具体怎么去换血 昨天讲,昨天上一篇也讲了这个知识点 但是讲的不够具体 只告诉你们,你敢打就行了 这节课就告诉大家具体怎么打 如果敌方强行的上来压制我们 首先第一点是不要怕 等敌方技能放完,一直封针品A 打一技能被动就行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那具体怎么打呢 是第一个第一步先假装后退 把敌方拖入我方兵线 这是一个重点 我们也是用这个场景先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里快近点 第一步是假装后退 看到有没有 先假装后退 把敌方拖入我方兵线 这样的话,我在跟他换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小兵会持续的攻击他 这么多小兵都会攻击他 好,第二步是什么呢 走位躲技能的同时等敌方先手 当然的话这个节已经先手上来了 那这里我们就不说了 第三步就是敌方上来的时候 我们要吃药水 加移速 以及加我们的这个 平A伤害 因为腐败药水 配合上那个时间流去补药 会增加我们的一个移速 并且 增加我们的平A附带魔法伤害 就是第三步 吃药水 加移速 边风筝走坎的同时切排 这里我们也是给大家看看 打结的一个场景 看到没有 结在没上来之前 我是没有吃药的 第三步主要是吃药对抗 好,结这里上来了 我首先是先切排 去威慑一下节 让那个节不敢去压舞 去补车这个炮车兵 但这节仍然要压舞 那等他上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立马开始 克腐败药水 加切黄牌 风筝走坎 看没有 边吃 那个腐败药水 加移速 边走坎 不要害怕 我这里往后退 只是说洋装往后退 把这个距离拉开 不让这个节一直追着我 哎,罢了 但是很可惜 这个节就说 这应该是 之前被 这个蜘蛛抓了一波的 然后导致这个节回家的 更新一波鞋子 如果这个节 没有更新鞋子的话 是A不到我这么多刀的 所以说这波 其实正常情况下 我们换眼的时候 会玩转的 好吧,这是一个第三步 我们再来往后看 我们后面还有素材 第四步就是什么呢 用黄牌定住 然后要拉开距离 其实刚才 我们给大家 刚才不是给大家 看了一个素材吗 其实当时我晕到 那个节已经 再想着 怎么去拉开距离 但我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那个节 刚好买了个鞋子 就我被蜘蛛抓了一波 导致那个节 前期买了个鞋子 它才能 一直连着我打 但正常情况下 你用黄牌定住之后 先拉开距离的情况下 它是A不到你怎么知道的 好吧 那是第四步 要用黄牌定住敌方 然后拉开距离 拉开到哪个距离就行了呢 不是要你拉开很远很远 你拉到 它A不到你的距离就行了 因为短手英雄都是近战 你只要拉到 它A不到你的情况下 它就会少很多平A的伤害 只要把这个距离 拉到敌方 打不到你的距离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回头放Q了 然后继续追着平A 你要记得 要先拉开距离 再平A 好吧 这个东西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敌方A不到你 但是你能A到对面 好吧 吃腐败要水 加移速也好 拉距离也好 都是为了让你能打到对面 但对面打不到你 好 第六步就是直至A不到敌人 或者敌方技能实力快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不追着了 要么是我们已经A不到它了 那算了 就不追了 要么就是说 敌方第二套技能 已经好了 那我们也不能追了 好 我们也是距离给大家看一看 下面几个素材 好 这里是我们打这个 也是那个对线那个节的素材 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说的什么 第一步 先假装后退 把它拉入五方兵线 是吧 第二步 秋黄牌 然后拉距离 那第二步啥我都忘记了 第二步走位躲技能的同时 等敌方先走 我们刚才已经等到节动手了 对吧 第三步就是吃腐败药水 加一数 第三步 然后这个节一上来的时候 我就立马开始吃腐败药水了 看没有 节被我定到那一瞬间 我就开始吃腐败药水了 加一数 第四步就是这么说的 黄牌定之后 拉开具体 不让这个节攻击到我们 但这里的话 节是已经必死的 所以说我想 紧紧的贴着它 不让它走 再来看看第三个素材 也是打其他那的 一样 第一步我们说的 先后退 把它拉入五方兵线 你看这个时候 我的旁边其实有很多小兵 对不对 让它先动手 第二步就是让对面先动手 走位躲技能的时候 同时让对面先动手 第三步就是开始吃腐败药水 看到没有 吃了 敌方只要一上 就开始吃腐败药水 利用这个腐败药水 增加移速 增加平衡三 第四步 就说了 用黄牌定住 然后拉开距离 不让它A到我 那这里的话 是因为对面的这个 叫它来着 对面这个奇安娜 直接后退了 对不对 它A不到我 那我们就直接跟它 追着它平坎 看到没有 这波换血 刚开 就是说 从开始看起来 我是玩亏的 对不对 你就从这一波打完 你会发现 我亏了很多血 但是奇安娜 血汗还挺多 那时候为什么 因为我的劲还没丢而已 这时候吃着腐败药水 增加移速 最大砍的情况 你看 这血量就晃过来了 这就是 如果碰到这些敌方 这种短手之断 强行压制我们的情况 我们要这样做 好吧 这也是一样 打小人 第一步先夹到后退 把它拉入 我放到兵线 第二步 等敌方先动手 好 你看这小人先动手了 第三步 吃腐败药水 这里的话是没有吃 这里没有吃 因为小人的 又吃腐败药水 也不太要躲 然后黄牌定住 拉开距离 Q它 你看 刚才这一波 细小的走位 很重要 大家注意 我这黄牌定住之后 Q完 细小的走位 直接往后拉了一步 如果我不拉 那这小人 黄牌醒来 他能继续能A到我 但我就是因为 走了这么一小步 导致这个小人 A不到我了 那这个时候 就单方面来 就是小人是 单方面来打的 为什么呢 他的Q技能较了 E技能较了 没有突进技能了 所以这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也可以一直追他A A 我疯狂的A 你看小人上来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 小人上来的时候 我们俩血量 其实差不多的 对不对 是不是差不多的 打完之后 再看一下血量 就是因为我这一 走的一小步 打完 我们血量占大油 就是因为这一小步 没有让这个小人 多A几下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素材 应该是第四个素材 第五个 好 这里是个I科 所有英雄都是短手英雄 好 看我们看这个I科 I科首先是 放了一个W 给自己加了一个盾 然后一上来 Q消耗我 但是我一个黄牌 直接把它定到了 导致了这个I科 A不大五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 先把敌方拉入 我放兵线 第二步 等敌方动先手 第三步就是我们说的 吃腐败药水 拉开距离 第三步是吃腐败药水 第四步是黄牌定住 拉开距离 但你这里可以看到 我当时好像是有Q没放 这是一个也很重要的细节 为什么我有Q没有放 黄牌定住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一直在走位 一直在往后拉 没有放空 因为这时候我如果放Q 就会被这I科打出三环 而是我非常细节 拉开距离 不让他A我 然后等到他实在A不到我 要撤退的时候 我再回头A他 这波换血是非常细节 这是告诉你们具体 怎么跟这些英雄换血的 一个重点 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 这波素材 这波素材是个非常经典的素材 换血就打近战 非常经典的换血素材 如果这里我被他打出 这个三环的被动 那这波换血就没有 就不会赚这么多 你知道吧 正是因为我 就是刚才这个细节 正是因为我运用了第四点 换血步骤的第四点 黄牌定住拉距离 我们当时也给大家说了 拉距离的意义在于 让它打不上你 而你打得到它 所以说 那个截之所以来的 就是因为有鞋子 你看正常的情况下 这种没鞋子的重担 被我黄牌定住 都是一直A不到我的 他只要把位移技能交了 被我定住 他就是一直A不到我的人了 好 那这时候我黄牌定住拉距离 等到他A不到我的时候 我才会回头 去攻击他 他如果A得到我 我就一直先 我就一直靠着腐败药水的一个作用 或者说利用我这个黄牌定住的一个控制时间 一直不让他A到 好吧 这里假如说 就是这里在艾克在追我的过程中 假如说我没有防御塔 这艾克还能继续追我的话 那我一定会等到 艾克A不到我的时候 我才会回头 有可能大家会以为 这波是因为防御塔 艾克才回头 如果这里艾克即使没有防御塔 艾克还要追我 我也会等到他A不到我的时候 才会回头 我不会这么急于回头的 你看没有 因为这波真的很吸引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在逃跑的过程中 我的鼠标其实是一直放在艾克的身上的 大家注意一下我鼠标的位置 看到没有 我的鼠标就一直在放在艾克的身上 为什么要放在艾克的身上 就是为了让艾克第一时间想撤退的时候 我就能第一时间A到他 因为其实我已经感觉到 这波艾克是不可能A得到我的 所以我把鼠标点在 就是说把这个人物自动的 让他往这边走了之后 就把鼠标一直在移在这个艾克身上 而且已经是A在 就先按了A键已经选定了 对不对 就等他回头 那一回头你可以看到 一回头就开始A 这样的话就一点皮就没有 好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几点 具体怎么消耗 如果短手 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敌方短手英雄 先来找我们换血 第一步 先把他拉入我方兵线 第二步 一定要等他先动手 你不要说 他来压五我先动手 不要这样 等他先动手 第三步 吃土包咬水 加疑速 加平衡伤害 这样的话 你在换血过程中 会让你的平衡伤害高很多 因为卡牌前进 大多数都是卡平衡伤害 第四点 就是黄牌定住拉距离 让他A不到你 你能A到他 然后达到这个距离之后 再回头放Q 对着平衡 然后直到A不到别人了 或者说敌方第二套 一般这种第二套好 是不太可能的 一般都是A不到了 就不要再追了 好吧 这是卡牌对性短手英雄的下篇 我们这篇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